肌肉,Muscle是身体组织的一种 它具有收缩和放松的能力 用于产生力量和推动骨骼运动 肌肉是人体内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们通过神经系统控制 可以协同工作以完成各种生理活动 以下是有关肌肉的一些关键信息 肌肉类型 人体内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肌肉组织 骨骼肌肉负责骨骼运动 平滑肌肉位于内脏器官和血管中 心肌肌肉组成了心脏 骨骼肌肉 骨骼肌肉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肌肉 它们连接到骨骼 通过收缩和放松来产生运动 这些肌肉对于日常活动和体能活动至关重要 肌肉收缩 肌肉收缩是指肌肉纤维的缩短 这会导致相邻骨骼之间的距离减小 这是肌肉产生力量和运动的基础 协调运动 不同的肌肉可以通过神经系统的协同工作来产生复杂的运动 这涉及到主要肌肉 辅助肌肉和抗肌肉 以保持平衡和协调 肌肉发展 锻炼和训练可以改善肌肉的力量 耐力和质量 这对于维持身体健康 改进运动能力和支持代谢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 心肌 心肌是构成心脏的肌肉组织 它以有规律的方式收缩来推动血液循环 确保氧气和氧分通过体内传递 平滑肌 平滑肌位于内脏器官 血管和其他结构中 它们的收缩和放松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控制身体内部的各种功能 肌肉酸痛 在进行强度较大的锻炼后 肌肉可能会出现酸痛 这是由于肌肉纤维的微小撕裂和恢复过程 肌肉在支持身体结构 促进运动 维护内部器官功能 以及产生热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